字幕志愿者 世界文化隐产的古独 2018年4月16日 武林峰带着产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的初心 首次登陆这座难安之途 初春的中欧还有一些含义 但是捷克人的格斗健身氛围却特别好 一到这里就在公园 遇到了捷克的格斗爱好者 武林峰呢在世界上也特别有名 我也希望你们俱乐部 能参加我们武林峰的赛事 以后希望我们能多交流 多学习 多进步 国籍 无国界 通过交流切磋 身在异乡的中国勇士 马上消除了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 我爱中国 我爱威林峰 中欧两国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捷克动画 燕鼠的故事 一头钻到无数的中国家庭 给很多孩子带来了欢笑和温暖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 燕鼠的故事就诞生在这里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场终结搏击对抗赛 能够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 本次出征捷克 武林峰联手捷克最强体育赛事 XFN将为拳迷呈现神场精彩比赛 捷克方面派出的御敌勇士 多为WAKO选手 阵容极为强悍 中国勇士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李明蕊的对手桑德拉马萨科娃 在WAKO排名第二 而三大名将朱飞 签约武林峰后的首秀 也是本次比赛的看点之一 时隔三年我又回到了武林峰 重回这个搏击的擂台 重回战场 会紧张会害怕 但是这些就是我想要的 关于布拉格 歌手蔡依林的那首布拉格广场 可能是中国勇士们 对这座城市最早的理解 黄昏下的布拉格广场 勇士们在许愿池头下的希望 又能否如愿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里是布拉格广场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女士们和先生们 让我介绍我介绍 我的同学 黄昏 Feng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捷克共和国 首都布拉格 WLF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的 比赛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阿美典 WLF武林峰 首次走进 位于欧洲腹地的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当然这里也是 我非常非常向往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 最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 岩鼠的故事 就诞生在这里 这里的文化 灿若星辰 卡夫卡 昆德拉 这些文学巨匠 影响了整个世界 这里还是全球首个 整座城市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场 终结搏击对抗赛 能够进一步 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 那接下来呢 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正式打响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今天24岁 身高1米75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当前的战绩呢 14胜6负 两次KO对手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逐渐地 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中国的刘悠 打出了自己的事 来自中国人员 打出了自己的意志 打出了自己的意志 Měřící Borec s amaterskou statistikou 19 výher Pouze 9 porážek Jeho profesionální bilance hovoří o 6 výhrách A pouze dvou porážkách Vlevorukem gardu podtrenéry René Blažejovským A Dušanem Macákem Přichází reprezentant Macák Jimu Jakub Krofta Jakub Krofta 好 各位朋友们 這裡是武林峰 環球前往征拔赛 我們現在是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 為您帶來今天男子67公斤級的比賽 穿著藍色短裤 戴著藍色拳套的是 我們非常熟悉 来自鄭州順远的劉詠 而他的對手 是來自於馬克iums的雙克布克斯坦 我們也看到了 劉詠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在身體綴度上又有一定的提升 刘勇今年的是1米75的身高 1米76的臂展 14胜6负两次KOR 他的对手雅克布科夫塔 6胜两负这样的一个战绩 1米70的身高 两位选手在一上来以后 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正当 刘勇一直以来呢 这个单击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一直以来重击和连击的能力 一直是他需要提高的部位 而雅克布科夫塔本次比赛呢 也是在东道指示国 本人来自杰克的俱乐部 后手拳 扫踢 一个高扫低扫 那么雅克布科夫塔 我们后面说到科夫塔 刚才是我们本次 环球生王正霸赛的总教练 中国队的总教练王伟先生 这个正反架以后啊 后腿的这个扫踢能力是很强的 后手拳明显雅克布科夫塔 也就是反架的这位选手 更适应刘勇的正架 而刘勇似乎在技能和步子的这个转换上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因为据我们所知呢 这个顺远的确大部分的选手是这个正架的选手 刘勇之前的比赛中的这个前手同高拳是比较选手 后手拳 比扫 哦 两个人换拳以后 刘勇的后手拳连续的跳席漂亮 这个有带拳 停 时间 嗯 看 刘勇的一副连续打得非常好 卡位 口机 对方的后腿就踢到当幕了这个正反架的时候因为两个人的身面是互相展向对方的 这是个后手拳 是挂到了 的确是挂到了 从视觉上来讲 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刘勇应该会能恢复的过来 果然 比赛继续 相对来说 我觉得雅克布科夫塔的后腿更适应 而刘勇其实 由于没有办法出前手平勾拳的 存在 自己有点不适应比赛的节奏 在我们说话中 雅克布科夫塔已经把身位 又转过去就转回来了 看来这个选手在双架的运用上 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特色 高扫 如果一旦出现高扫 雅克布科夫塔要不然 后手拳打到了 又打到了 刘勇后手拳塞进去 后手拳打扶 其实刚才那个后手拳打扶 已经把对方顶下的绳脚边上 而刘勇并没有继续往前进 清扫 后腿的扫砍 他给他拳打扫 对方的一个高扫 再拳打扫 刘勇第一回合 就是自己表现的还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刘勇的低扫 对方的一个高扫 两个人换了以后 刘勇刚才这个右手的后手拳塞到 在这个角落里一个后手拳连击 这个跳西 这个是带摔了 带摔是在我们的规则里 是不被允许的 这个高考题非常可怕 好 我们进入第二回合 大家好 我是评论员王严博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我们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 为您带来的环球拳王争霸赛 67公斤级的比赛 刘勇再一次被扫到了当部 我们看场下 王伟老师的表情也是有一些胶着 裁判对雅克布科夫塔进行的警告 这个正反架的时候 的确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双方都是正架 我们看双方都是正架的时候 都有前腿在进行遮挡 而进入正反架以后 两个人的后腿 既然激扫的话 这个面是开放的 后直拳接前扫 这个组合很少见转身的后登 刘勇想还一个没打到 对方一个扫贴 雅克布科夫塔的切住了内线 刘勇要小心了 跳席没打到 刘勇一定要小心 雅克布科夫塔现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拳路往刘勇的拳的内线起 刘勇的转身后登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勇在攻防 这个后手拳雅克布也打到了 小鸡是滑了脚 攻防的这个转换速度上变快 不过连击依然是需要更多的提升 我感觉刘勇在这个维度上是有有所这个增加 虽然体重并没有长 是他 后手 连续的两拳 哇这个动作很漂亮 刘勇是飞起来 雅克布科夫塔把自己的身侧左侧摇臂 然后做一个右腿的扫卡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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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躲在角落里 刘勇小心转身后登提供了扫踢 左右白拳 刘勇赶紧做脚步移动 这个时候 我注意自己的身外又给压回来了 后手拳打斧 我们回头不都不说 在这场比赛中 雅克布科夫塔的这个攻击能力和对正架的试验能力非常好 刘勇在第一回合的那个爆起的那拳进攻非常的漂亮 雅克布科夫塔现在是把节奏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刘勇一定要选择有重击的能力把它打回去 要不然一回合由于时间比较短 很难把阵脚再拉回去 在这场比赛中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捷克的裁判团队还是非常有分寸的 而且尺度把握的很良 那这一点我们要点个赞 至少在这场比赛中 呃 裁判还是非常不错 我们看 转身的后刀 这是踢到了 雅克布的转身边拳 没打到 就加一个扫踢 哇 这个动作我觉得非常漂亮 特别是从第二回合开始 雅克布科夫塔把这个整合动作打开了以后 相对刘勇会打得更放松 好 最后一回合 对 H customer 对 浮语 其实在这个 中击之前 刘勇信 感受到了对方 对于腿法 特别是高位腿法的这个造诣 一定要小心 不换 跳戏漂亮 刘永这个跳戏做得非常的突然 前后手 亚科布科夫打 这一场比赛对于刘永来说很难翻盘了 连续的方式 刘永被扫踢 大腿的高扫 然后手 亚科布达想要拿下刘永 再一次扫踢 顶吸 刚才这个吸法也是打到了 刘永被中击之后 状态不是非常的好 刘永被中击之后 状态不是非常的好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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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最后 要刘永 刘永 刘永 拳手的精神 这场比赛 胜负已经非常明显了 但 刘勇最后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 替他点个赞 当然了 来自杰克的 雅各布科夫塔的这位选手 我们看他一路的这种 把自己的进攻曲线 一路的提升 一直到第三回合进入最高潮 非常棒的一位选手 这也是非常棒的一场比赛 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发挥出来 我觉得还是得好好练 其实我不想找任何原因 就是败了就是败了 这次布拉格的比赛 是一场金腰带争夺战 我会全力以赴地拿下这场比赛 带走这条金腰带 我是郑柯 关注我的比赛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杰克共和国 首都布拉格 WLF武林峰环球拳王 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一场63.5公斤级的 XFN 金腰带的争夺战选手 来自明辉伯级俱乐部 擂台上稳健的作风 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应该说是 领来了他的职业生涯 最强挑战 金腰带争夺战 机会来了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 张柯 张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布拉格的比赛 是一场金腰带争夺战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 是意义非凡 如果我拿到这条金腰带的话 这条金腰带即将 是我人生职业生涯中 第一条金腰带 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地 拿下这场比赛 带走这条金腰带 我是郑柯 关注我的比赛 是 手札 他上衣服,我跟他打了 跟他打得中,陳蕾鞋、8勝 他的 performance Balancezní 15 Vtg10 Essex Representanta Bojovník X Gymu Praha PODVedením Lukáš Jirkovského PŘICHÁZÍ JÁN KUČER HOLÉ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走进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63.5公斤的超级战 也是一场XFN腰带的争夺赛 XFN是当地的一个重量级的赛事 我是评论员王云博 那么现在的两方蓝方选手 是来自中国明辉博级的郑柯 而红方是来自于XGIM的杨霍勒克 两个选手这场比赛是来争夺这条腰带的 两个人上来以后进行高扫 我们看到郑柯在身高和臂展上都比对方要有优势 郑柯有1米75对方只有1米67 前手一虚广的后扫腿 明辉俱乐部一直以来是在追求自己打击的重量 也就是他们打击的质量效果 他们最具代表性的选手是冯亮 后手都是散打系的选手 在散打中把更多的打击质量打出来 是他们这个半死俱乐部的宗旨之一 也是训练的目的 一扫提 杨霍勒克呢 本场比赛已经15胜10负这样的战绩了 而郑柯作为小将只有两胜两负这样的一个战绩 92年的选手 杨霍勒克是87年的选手 两个人这个非常有默契的都是反驾 这场比赛我们就要看郑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距离把控好 如果能在距离上压制对手的话 在就搏击的比赛里再加上鼎息 可以说是非常有威胁力的一个选手 杨霍勒克上来很有经验 并没有权力的发力 而是选择试探 现在是郑柯站在了这个擂台的中央区 而杨霍勒克 刚才后手拳的反击 非常棒 又一个 郑柯要小心啊 杨霍勒克的这个后手拳的力量还是不错的 达斧 前刺 后达斧 顶西这种点位的输出啊 郑柯一定要进行对攻 要不然这个点数会差距会很大 跳膝 后手拳 刚才这个跳膝明显的杨霍勒克的头有往后仰的这个趋势 转动腿 后手打扶 第一扫 两个打扶拳 一个扫踢 非常漂亮 整个 中科不要等啊 后手拳要被急 打破了自己的防御 前后手 顶西 我们看他慢慢的杨霍勒克开始加力了 加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打击密度 也就是出拳出腿的速度 正科在刚开始还可以追得上对方 一旦杨霍勒克把自己的速度加起来以后 正科就有点防不住 我们看一下慢放 杨霍勒克打斧 两个打扶 第一扫 这个正科一定要有感觉 因为杨霍勒克打扶的最主要目的是要让正科把下面的 对没错 把防御手掉下来以后就是这样的拳了 好 踢出第二回合 好 踢出第二回合 好 踢出第二回合 前后手 前早 高早 他就踢到了 应该更像一个散打的鞭腿 杨霍勒克 左右摆拳 早踢 正科的后拳接后顶西 前后手 前后拳 撕掌 扫擀 扫掌 小白 然后勒克一旦发现正科有进攻的趋势 马上把自己的身体后衣 或者左衣 这样的话 正科我们看是一个稳扎稳大型的选手 他需要把脚步站稳了一会再出击 但是杨霍洛克的这个爆发相对来说 就更突然一些 高扫 传说中国武术里的鸳鸯腿 扫踢接转身的后摆 哦 后手已经塞到了 顺科也塞到了 两个选手的后手拳的命中率都很高 哦 这个踢到了 踹到了头 下面是我们的导演徐广志 徐广志导演 再踢 顶歇 点步着顶歇 好 刚才是正科想用一个散打的技术 一个阶队拽在这儿没有用 自己还是非常 机警的 停止了这个动作 这是对于规则的解读非常的出色的选手 杨霍洛克 哦 杨霍洛克两个摇臂躲开了 正科进攻又还了两拳 到目前为止正科打的没有对方灵活 哇 慢慢的有点追不上对方的度度 杨霍洛克基本上是选择了一种游击站的打法 每一下并不是特别重 但是在这个每一下的连击速率上是非常的连续 你看 多次的连击 这科有点僵硬 明慧的选手在训练的时候 他们会把各种的这个训练会皈依到自己的这个动机的质量上去 已经是讲究一击必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啊 是的 右肩跳西加点西 然后霍洛克一个扫梯 水平头 然后角落的摆拳 这一回合的比赛看得非常的精彩 因为两个选手的这个出拳的速率非常的高 特别是杨霍洛克上下的结合很流畅 而正科本人在反击的时候的质量 我们看这种身材 他打出的拳的力量非常的好 好 场下的我们教头王维也说不要给杨霍洛克更多休息和恢复的机会 因为这是一场超级战 霍洛克的速率明显起来了 把正科全摆接顶膝 要把自己的这个臂展和身高的优势用好 倒贴 其实杨霍洛克我们看到并不太敢震撼正科的这个拳法 这是手臂挂在一起 在挂到之前杨霍洛克还给了这送科一拳 还正科一拳 可有大把大佛 中科的动法一定要稳灵活起来 好手 对对方做起来 杨霍洛克出腿的时候会把上身微曲 总科有机会 东西又被对方做摇臂躲开了 非常灵活的对手 前后手的扫踢 杨霍洛克同样的动作 在打这种教科舒适的打法的时候 明昧的选手不会吃亏 前后手打在手套了上 这个鸳鸯腿一定要有一些预判 哦漂亮 这个瑜伽权做得很好 杨霍洛克正登 边坡的屏溪正科的打法的质量很好 这一回合 后手全聚扫踢 这场比赛是一场数量和质量的对攻 杨霍洛克的这个打的密度比较高 而正科只要打到 我们看到他拳的质量非常好 这个小匠也是等了很久 就是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小匠 什么时候不要等 往前走 我们看在这场比赛中 正科的虽然是一个很勉腆内向的选手 但是他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是他非常火热的对于这条腰带的这个期待 аг 糟糕 优惠 正科在换拳中从不往后退 我们看这个选手才92年的选手啊 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而且转自由国际的时间并不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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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拳的密度和有效率应该是比郑柯要强 郑柯在第三回合表现得很好 我们来期待一下官方的判定结果 这场比赛 郑柯能不能在异国拿下这条腰带 还是本国选手将这条腰带又留下了本土 这些比赛很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李明蕊 这里是布拉格 接下来是我的比赛 大家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杰克首都布拉格 WLF50波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一场 56公斤局的女子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20岁身高1米58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李明蕊 打中表赛 几十世间最终的战舌 打中 publications 打中了十一次 最终的美写 但我们的名牌 打中只有七个 最终的赛 汇总的赛 的角落 接下来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组织 SANDRU MEDOJE TMAŠKOVOU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结合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的一场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由来自于郑州顺远的李明蕊 面对来自Tiger Team的桑德拉,马萨科瓦 我们看到穿着黑色上衣,蓝色短裤,蓝色拳套的就是李明蕊 1米58的身高,1米58的臂战,98年的选手,11胜5负的战绩 而桑德拉,马萨科瓦是1988年的选手,1米61的身高 来自于Tiger Team,7胜1负的战绩,11位泰拳手 两位选手李明蕊是反架 现场的观众为两位李拳手的比赛是振振喝采 我们听到节奏的这种鼓励的鼓掌声 两位选手上来以后都比较冷静 李明蕊从刚才的几下动作上看应该是速度有所提升 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前排机,后手全两个人换了一拳都打在了对方的手上 后手达斧,后手达斧,漂亮 后手达斧,后手达斧,这是裁判没有说分开 这一次在杰克的比赛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些裁判的专业素质非常的不错 既没有出现所谓我们之前看到的偏袒 也没有出现在于技术或者在于犯规上面的这个容忍度 基本上都是尺度很严谨的这些裁判 李明蕊因为这个臂展比较低 比较短,他需要把自己的身体打得漂亮 别看这一下是李明蕊倒了 但是李明蕊倒之前的那种脚是有效进过 非常棒啊,速度很快 李明蕊的变化还是挺明显 小提,后手前手漂亮 启动的速度很快 两个人在腿法上基本上命中力很低 但是李明蕊的拳法可是命中了几下 桑莱·马萨克巴因为是一个泰拳系的选手 他的启动没有李明蕊快 转身边拳打到漂亮 这个动作真是神来之笔很棒 的一次进攻 后手达斧,左右手的摆拳 刚才的四拳进攻中有三拳是有效进攻 前部屏西左右的摆拳 桑莱·马萨克巴开始进攻了 你看他身高上是桑莱·马萨克巴是有优势的 在领响前的时间是桑莱·马萨克巴 击中了李明蕊两拳 很漂亮,李明蕊这一场比赛 感觉是换了个人一样 我们看这个 在倒地的前还是把自己的腿塞进去了 转身的边拳这一拳正中对手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回合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回合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争霸赛走进捷克共和国布拉格的比赛 我是评论员王彦博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由篮放李明蕊面对洪放桑莱·马萨克巴 李明蕊用一个时间差做了自己的左手的进攻 也就是自己后手的直拳进攻 这个节奏感的敏感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们期待了挺长时间 然后李明蕊终于开始出现了特别明显的变化 因为选手的上升其实跟各种技能都是一样 他需要一个螺旋上升的时间 能够在平台期待一段时间 我觉得李明蕊在慢慢地突破这个平台期了 这种大面积的推法在擂台上不太容易走效 又一个后手又塞到了 因为前手塞到了 后手前手又塞到了 连续四拳 又一次 这一轮的拳法进攻非常棒 桑莱·马萨克巴开始往后移动 但是他在拳法上没有李明蕊快 后手拳又塞到 后直前摆 左右手打斧虽然这几下都没有 但前面的那两下是有的 后手拳又塞到 扫踢 桑莱·马萨克巴刚才有一个左手摆拳击中的李明蕊 但是在两个人的有效打击数上 李明蕊现在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李明蕊这个没打到 看桑莱后手拳 李明蕊在面对桑莱进攻的瞬间就在进行反击了 李明蕊的这个拳法有点像拳击啊 这个侧身为后挂步在鞋前杀杀入的这个方法 对于这个桑莱这种选手非常有效 李明蕊打空了 左右左都打空了 李明蕊的防守还是不错 做了一个侧向移动 我们不知道是顺远给李明蕊带来了怎样的训练 但明显在这场比赛中李明蕊的进步是非常的突出 他是以后手开了把自己的身位压进去以后 我们看就是然后进行打斧 如果对方防御手下来就变成激透 右手全是打破了对方的报架 如果桑莱马萨科瓦一如既往的这种趋力防守 是很难长时间进行防御 桑莱马萨科瓦的体能已经被调得很严重了 又被打开了报架 又一拳 哦 第二回合 依然是李明蕊的优势 而且非常的明晰 李明蕊把自己的这个身高和臂展的劣势 用自己的这种拳法的打法完全弥补 就连他的转身边拳也是在自己前进步中进行发力 好 我们进入第三回合 现在桑莱马萨科瓦都不敢把手放下 因为李明蕊的拳法太具有威胁了 红手要塞进去 外跨一步 第一个摇臂很警醒 这个比赛一旦打顺了 选手的这个能力也会发挥出更多 这个没打到 蹭开了 大复后续前李明蕊的体能 都有大复抠手 抠手 抠手顶膝 李明蕊应该继续坚持自己的这个以基辅为开头啊 因为对方现在 注意力全部在自己的这个上半身的头部方向 其实去打斧的话 对方空门是比较明显的 左右摆拳都没打到 后手拳 扫踢 对方一个跳 吸 但是没有打到 马上变成了腿 太大拳 美麟尼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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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严重 李明蕊 好手拳 桑德拉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太有效的进攻 我们看扫踢也没有力量 好手拳 当然在对手的这个能力上 也会有所影响 但事实上李明蕊的确是 突破了自己最早 只会攻或只会守 这样的一个单向的选手 变成了一个组合能力很强的选手 这个顶锡很危险 桑德拉马萨克巴还有一战之力 两个后手 桑德拉又跳锡 派拳手的体能 一定要注意 你们也不要低头 这个低头很危险 扫踢 现在两个选手 应该都是希望这场比赛赶紧结束 特别是桑德拉马萨克巴的体能 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李明蕊前两回合的那种零动劲也变小了 后手 后手 连续的后手 拳 小虎 时间已经不多了 哇 两个人是拼尽全力 好 非常棒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负应该比较明显 更让我惊喜的就是 李明蕊这位选手 在慢慢的突破自己的平静 进入另一个比赛的感觉了 我们也期待着他更多的精彩的表现 我们期待一下官方的盘发结果 了 比赛小� arist gig 对 因为我每一拳都发的是死力你知道吧 所以特别僵 然后第三局有点顶不住 还好我看大屏幕上最后还剩30秒 我顶吧 咬着牙 低着头都顶了 因为他最后一局 我一低头他家有飞膝你知道吧 对 他老上飞膝 对 想上飞膝 但是我都躲过去了 如果飞一下我也是前功尽弃了 我现在站在布拉格最古老的街道 我非常兴奋 接下来就是我的比赛了 请大家为我加油 这里是邪克首都布拉格 搭车艾二部武林峰 环球拳王中大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 最身高1米81 来自明辉搏击军录部 掌声有请 林辉 大赛的比赛 200赤 Dámy a pánové jeho profesionální balance zní takto 34 výher pouze 8 porážek přichází legenda českých vojových sportů Dámy a pánové přivítejte Anatoliho Toliu Hunaniana čepe Poze če pt č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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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ze Poze == 杜布拉格为您带来这一场男子75公斤级的比赛 由来自中国明辉搏击的李辉 面对于来自当地的选手 安纳托利·胡纳亚 是来自纳乌曼俱乐部的选手 李辉有181的身高和185的臂展 在东亚的选手里面 这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体数字 而对方是183的身高 186的臂展 李辉是散打的选手 一如既往明辉的风格 英朗扎实 重击能力出色 而安纳托利·胡纳亚 目前是34胜8负这样一个战绩 也是一位老将 李辉目前只有两胜 两战两胜这样一个战绩 投手 第一扫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力量 不过相对于自由搏击来说 我们看他的散打风格还是比较浓重 安纳托利·胡纳亚 扫握手的碎拳 整钢踢空了 扫踢 打斧打刀 李辉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这个连击之后的这个动作 这个裁判手停了以后 选手是不可以直接去摆拳击打对方 平高 顶锡 高位顶锡 李辉的打法比较明显 三打师的选手 前后手的摆拳 加上自己的腿法的重击 前摆拳 力量不够大 第4号 这个力量可以 后手拳 前摆 漂亮 虽说明晖是 这个舍身的转身 后登的推法 后手拳 场上的教练 王蔚老师也是要求不要打单拳 要出组合 也许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 点数还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高密度的拳法也会给自己带来更更加安全的这个击打环境 其实左摆拳 在空隙中也会处理一个摇臂后的拳法 后手拳 后手拳 顾紧的点西安娜托里伯拉亚的这个打法很通明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李辉在对攻中并不落下 反之我倒觉得他的打击的质量比对方更好 后手拳 第一回合有点不分不火 双方还是以试探为主 都没有出大量的进攻 可以说出了很多的小的动作 这种西赛的还是非常危险 好进入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发全力 重心前压都比较少 现在第二回合两个人是要打出一波局点的时候 一跳早 顶熙左右的摆拳 双手的孤颈是不被允许的裁判进行的警告 我们看在内围的缠暴的能力上 特别是出现孤颈之后 裁判警告了 双手孤颈 这个不可以做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 那头里胡纳亚似乎是先发动了这样的进攻 因为散打选手如果我们要想进攻的话可能就抱腿了 后前前扫 距离感 我觉得最重要的理会还是距离感 要么冲得太近自己的拳法会招不出来 要么就太远没有打进去 你看那特别胡纳亚在移动中的这个打法还是很精准的 比辉的左手摆拳击中了对方 但第二个是打空了 就是距离打 这个动态的进攻 所以可能还需要再努力 那特别胡纳亚再慢慢把距离压进去 准备 李慧很有前景啊 这是95年的选手 还很年轻 对方想估计李慧三圈把对方打开 后手 转身的后蹬这个踢到了 有效果 左手摆拳 集中 推开 目前来看两个人差距并不大 安达托尼胡纳亚可能有一点点这个 打点数上的优势但并不明显 高扫我们看就是距离感 要不太远 一旦进去以后 李慧在前攻的这个拳法 一旦出现摆拳什么 就是像刚才这样 就前臂是对方的击打点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打空了 这场比赛更多的反而成了一个 对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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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预判这样的一场比赛 安达托尼胡纳亚的进攻技巧选择 会相对李慧来说更多一些 我觉得李慧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 自由搏击的比赛 把他的散打技法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规则下 再去优化一下 快 快 所有的摆拳 扫鞋 踢脱 对方的选择 李慧的攻防比较明显 攻完了以后他的防守会 非常的厚缩 这样的话给了安达托尼胡纳亚 更多的安全的这个攻击的环境 他没有会在安达托尼胡纳亚的进攻的 瞬间进行反击的这样的习惯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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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 只要把他自己的风格打好就好了 但现在李慧 反正有点跟对方的节奏走 的确是这样 他特别 李辉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安纳托尼的 这个影响 转身不太白啊 就是扛倒 转身腿法 特别是高位的转身腿法 和高位的腾空腿法 都特别容易在对方的打住 李辉刚才出了一个下面的小钩子 非常棒 这个动作 他没劲了 他没劲了 OK 两拳没有打进去 此时后手 同右摆拳 他没塞到 甚至出了一个抛选 从上往下的 同手的摆拳 小钮警告说 不可以推 实际上在自由博奇的比赛里 这个推 是一个灰色的这个规则规则 规则问题 因为 如果你轻轻推对方 把对方放在你擅长攻击的距离形式 可以 后手后之前满 后手 哇 这拳中 对换了动机 然后他就回来下顶鞋 又一个 而且是在两套动作的 这个穿插着 所以是可以的 好的 转身边权 后摆 这一场比赛裁判是个巨大的问题 这场比赛比赛的打击数不少 但重击数并不多 李辉则是重击相对多 但打的数量并不多 就看裁判倾向于 打击数量 还是打击质量 让我们期待一下官方的判定结果 这场比赛里会打得还不错 我们希望他有更多的提高 我们希望在自由国际的立场 能够走更远 Connecticut 在冠军上 我不在 рок纳连同 我的心在冠军中 起登了很多事情 我没做过 我总是不容易 很清晰 然后对手他打得很好 就是老师他游走嘛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打不住他 然后我就感觉 反正动作还是有点大 老低头 还有很多毛病也体现出来了 回去要把这些好好加强 争取下次不再犯这样的错 那我送过的是有名的许愿池 我刚刚向许愿池使了一个愿 下来请关注我的比赛 比赛过后我会告诉大家 我许的是什么愿 好了 观众 这里是 谁说不了个WLF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呢 88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呈现给大家 即将登场的蓝方 拳台上有名的重炮手 2018加盟武林峰以后 首次亮相 来 今天欧洲客场作战 看他表现 掌声有请周薇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泰桑 田兵体育的周薇 时隔三年 我又回到了WLF 回到WLF的意思呢 就是说人生要做一些 你要值得的事 让自己值得骄傲 让家人值得骄傲的事 我是来自中国武林峰的 运动员周薇 我也希望你们俱乐部 能参加我们武林峰的赛事 让我们也能多学习 多进步 这样的 那会很美 在搏击内海上 我会拼搏 会努力 会紧张 会害怕 但是这些就是我想要的 我可能就是永远这辈子都离不开 这个波及这个行业 所以我从回 WLF 从回这个波及的立台 从回战场 让我能找回自己 找回自己有意义的自己 公开 有本地公司 这次的湾 和 这次的 Valstem 中根源 到 对 球员 世界中和 超过 确 Vietnam 互 Aka! 1999的贸易!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走进捷克共和国的比赛 我们现在是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 为您带来一场男子88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赛 我是解说员王彦博 蓝方选手 这现在正在进攻的这位 就是我们熟悉的周薇 90年的选手 运巴斯的身高 25胜8负5次KO 我们看连续组合拳的进攻 非常漂亮 而他的对手 吉瑞扎克 1978年的选手 79胜 19负36次KO的这样的一个战绩 终结率达到了一半 后手就前摆 周薇左右的摆拳 周薇一直以来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重拳的进攻 非常有杀伤力 在中国选手里面的杀伤力 也算是非常不错 吉瑞扎克拥有一半的终结率 拳法自然也不容小 去 后手 左右刚才一上来的那一轮压制性的进攻 可以说在局面和生面上打开了一定的优势 后手没打进去 这一圈打进去了 这一圈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靠力量输出的选手 我们看左手的摆拳把对方压在绳圈边上 但是要注意自己的有效率 我们看他还是保留着这个一些散打选手的特色 就是出拳的时候同时发声 这个其实跟那个在打拳时候我们呼气是一样的 可以保证自己的这个气息的顺畅 和持续进攻的能力 既然是88公斤级的选手 周围一个跳膝很棒 这个我们重点就要看两个选手的击打的力度 和他们在体能的分配上的这个问题 周围上高 后直 扫踢 奇瑞扎克开始反击 反击一个前屏勾 一个正当 后腿的扫踢 我们看奇瑞扎克是选择了周围 打到自己拳套的瞬间进行的反击 这也是体重大的选手 或者反应比较快的选手选择的一种进攻路数 后手 转身的后摆 周围在定点的输出的能力上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拖开对方的架 第一回合 从态势上看周围的主动进攻性更强一些 但是有大量的拳也是打在了对方的防御手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慢放 所以说两个人从有效得点上应该差不多 周围可能略微多一些 这个转身后摆腿是直接破防了 我们看周围面对移动的选手的时候 组合拳打得并不犀利 但是一旦对方站住以后 周围的这个打法就开始出现自己擅长的风格 手 右摆拳上钩 漂亮 左摆右摆 前摆上钩拳 吉瑞扎克到目前为止 其实输出的并不多 大多数还是以防守为主 及时反击也就是一两下 作为这样大高频率的队攻 我很担心他在第三回合的体能 连续的右手拳的摆拳 后直上钩 小纯的后登 摆拳 前屏后上钩 小踢 小白 吉瑞扎克开始发力了 各位的定点输出依然是犀利 跳戏 又在绳脚里 周围 并没有继续输出 可能在体能上有一些影响 吉瑞扎克前刺 周围的后手拳塞进去 高扫 中扫 后直 再一个 然后平高 两个人就像君子战非常勇士的这样的一个队攻 和计那种各自不退 相对来说 我觉得吉瑞扎克的颓发的力量更好 周围则是在拳发上的密度更出碎 준这 嗯,吉瑞扎克突然地抱起了进攻 中断,提到了 卓维可以去参考一下吉瑞扎克的打法 他在面对对方去臂防守的时候 是用腿去踢对方的手臂 当然如果回合数足够多 这个效果是会很好的 吉瑞扎克依然是选择了在周围出手 回拳回腿的瞬间进行反击这样的一方式 第二回合两个人拼得依然非常胶着 非常好看 八十八公斤级能有这样的这个打击密度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周围在进攻中的整个局面的犀利性还是非常好 第三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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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想要出出更多 但是在定站住以后两个人的对攻上周围似乎的优势更明显 虽然有效率并不高 但是这样的连续打击的这个主动性是非常 讨这个裁判的巧合 就是扎克开始提高了自己的输出 而且他的命中率很高 周围要小心 周围上钩 打到 后手 周围的左手拳 就是他的后手拳 上钩和后直 效果都很不错 刚才又打中了一次 其实扎克的拳 目测会有一多半的命中力 就是出三拳差不多有两拳可以命中 打破 突过去 顶锡 后手 后手扫踢 周围一旦面对可移动的对手 他的进攻效果就会变差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调节自己和对方的这个距离 互相的坎腿 周围体能有一些下降 其实扎克开始进攻了 顶锡 周围的后手拳 命中率非常的不错 大量的 周围的拳的进攻的没有运用到腰胯的力量 大多数还是靠的手臂和肩膀 而他的腿法也是并没有用太多的转胯的方式来压自己的这个位置 这个超人拳很棒 两个人都是在等对方回拳或回腿的瞬间去进攻 随着体能的下降周围的拳密度比原来小了 但是后手拳依然精准 周围扎克 左肉的摆拳 正当 周围正当 转身摆腿 周围在几次单拳的进攻中并不占优 周围扎克开始发力 左肉的轮摆开始跟周围进队攻 时间不多了 周围依然保持高密度的进攻 两人这场队攻非常的漂亮 我们想一想这是88公斤级的比赛 两个选手在三回合几乎输出满 满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下 我们也看到了周围在第一和第二回合的压制 只要对方在定点输出的时候 周围都会有连续的不少于四次以上的进攻 虽然有效率也许并不高 但后手拳的进攻率是很高 而即使扎克从第二回合的后半段 一直选择了大力量的进攻 特别是到第三回合 彻底开始输出 各位先生们 这次是 今天呢 这次的赛 在这次的赛 在币城市中的赛 在这次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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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对手 我很尊重他 我说过了 不管这是对手输赢 我感谢你们 还有就是说 我这个人比较幽默 也比较喜欢跳舞 如果布拉格 有姑娘是单身的 可以跟我聊聊 我到现在也是单身 可以到中国发展 谢谢 对不起大家 这场比赛我输了 但我告诉大家 我的梦想还在 这次在布拉格杰克总统府 下面的许愿池 我也许下了愿望 就是我的搏击梦 不管输赢 我会继续前进 没有人能阻挡我的脚步 期待我下一场的比赛 就是渐渐奇迹的时刻 我会变得更强 更筋更牛 走得更远 请继续关注我的比赛 我是周薇 加油 但是我会变得更多的 我会变得更多的